咱们的福建舰把周边的不少玻璃心的国家给刺激的够呛 这其中就有印度 那么印度宣称自己要加快建造新的航空母舰 能跟中国比吗 大家好,我是施涛 自从咱们福建舰试航归来之后 网上铺天盖地的高清视频 是给大家相当满足的享受 那么这些视频也流传到了外网 许多国外的居民也是饱览了咱们福建舰的相关美照 以及相当棒的视频 但是这些视频对于很多周边的国家 特别是一些玻璃心的国家 它就起到了刺激的作用 那么印度的国防部长辛格 5月14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印度将要很快的开始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舰 那么印度媒体听到这个消息就非常的兴奋 他们以海军竞赛这一个非常夸张的口径来报道 说是中国已经有了两艘航空母舰 第三艘航空母舰还在试航 那么印度这第三艘航空母舰 一定是能比肩福建舰的这么一个存在 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 印度确实是二战之后 亚洲非常罕见的一支保有航空母舰的国家 并且很长时间勉励维持着两艘航空母舰的状态 那么印度海军目前也是维持着双航母的状态 一艘是改进自俄罗斯克尔什科夫号的航空母舰 超日王 另一艘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自造航空母舰的首舰 但是这个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 在它试航开始就充满了争议 那么从它试航的视频里面能看到 维克兰特号似乎是在大海上不断的一边前进一边磕头 非常像我们在西藏会看到这个拜山的仪式 走一路磕一路头 那么这其实就是维克兰特号 它整个的水线的线形设计不佳 以及它的重心与稳心的关系 没有设计好的表现 那么看起来只是航行上有点不大摇关 但是这种舰手的快速的抚养 特别是在高速航行状态下 会极大的干扰舰载机的起飞的作业 那么可以说印度的这一艘维克兰特号 是出生就带着先天的疾病 但是印度现在却信心满满的 要继续建造这个维克兰特号的这个姐妹舰 就是二号舰 可以说印度的这种雄心勃勃呢 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应激的反应啊 毕竟啊 印度自己的造船工业 特别是军舰的建造工业 这些年来已经成为了国际笑话 比如说一艘驱逐舰 能够短短续续造个十几年 护卫舰在船屋里面竟然会翻覆 会倾倒 那么类似于这样的笑话呢 印度已经犯了不少了 实际上呢就是印度整个国家 工业能力与工业体系的一个 很好的缩影啊 毕竟啊 航空母舰这种复杂的船只啊 连现在的美国造起来都要皱一皱眉头啊 英国协调起来也是很困难 那么印度呢 造起来当然也会困难重重 更重要的是呢 印度在这种急匆匆的情况下 建造的航空母舰 未来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实际上呢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而印度抱持这种军备竞赛啊 特别是与中国要势比高低的心态 来建造自己的海军 最终啊 恐怕不但是在数量与质量上 要被中国海军彻底的碾压 那么在真正的这个建造速度上 它更是比不上目前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中国 那么到时候啊 这一些啊 制造出来的工业垃圾 恐怕还会成为印度自己啊 挥之不去的耻辱与噩梦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